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播讲 小编C 您水笑 第一集 落魄王子 哈哈哈哈 若音 我提炼出来了 我终于提炼出开门摇曳了 我成功了 有些凌乱的实验室里 木无忌抓住手中的瓷瓶 哈哈大笑 壮弱疯狂 一个玻璃杯落在了地上 茶水四溢 一名身穿旗袍的漂亮女子正站在门口 呆呆看着疯狂大笑的木无忌 好一会儿这才颤抖着说 无忌 你成功了 木无忌看见了门口的漂亮女子 知道若音是来给她送茶的 若音显然和她一样 也是被这个消息给惊住了 这才一激动把水杯落在了地上 若音 这次绝对没有错 我刚才尝了半瓶 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一条经脉被开辟出来 就好像一条火线燃烧在我身体里 然后经脉渐渐拓展 刺客经脉还在开拓当中 我们成功了 木无忌抓着瓷瓶 激动地走到了女子面前 接着她抓住了女子的双手 若音 这些年来 我为了研究开卖药业 反而要让你照顾我 你辛苦了 我们这就结婚 然后开一个公司 专门生产这种开卖药业 我相信我们的公司 很快就会轰动整个世界 女子平复下来 可依旧用颤抖的声音说 药方收好了吗 莫无忌点了点头 若音 不用担心 所有的资料都在我那台笔记本电脑上 我给你看看 莫无忌说完 转身走向笔记本电脑 就在此时 她忽然感觉后心一凉 跟着就是一种撕裂的痛楚 随即她看见了一个刀尖 从前胸出现 那是一柄从她背后刺入 穿过她心脏的尖刀 痛楚带来了极度的晕眩 浑身力气都在慢慢消失 莫无忌慢慢回头 用茫然的目光看着抓着刀柄的夏若音 她睁大了眼睛 喃喃道 若音 为什么 为什么 她现在还不相信 背后捅她一刀的 会是她相恋多年的恋人 会是这个她毫无保留对待的女人 对不起 无忌 对不起 夏若音的手在颤抖 整个人都在战力 她亲手杀了相恋十多年的恋人 杀了这个对她毫无保留的男人 两颗斗大的眼泪从莫无忌眼角滚出来 她觉得身体越挨越冷 她的知觉渐渐消失 眼中的光芒也开始散乱 可是她依旧不愿意闭上眼睛 只是紧紧盯着夏若音 如果你要那个北方 你只要说一下 我就会给你 为什么 她不是因为生命要消失而流泪 从济世起 她莫无忌就从未流过眼泪 可是今天 她被伤得最深的 不是背后那道伤口 而是她的心 也许连夏若音自己都不知道 她在莫无忌心中的地位 只要她愿意 莫无忌随时可以为她去死 可今天 她愿意为之去死的女人 却亲手在她背后 把刀送进了她的心脏 也许是良久没有得到答案 也许不愿意死不瞑目 她那散去光彩的眼睛 缓缓闭上 只剩两滴眼泪还挂在她的眼角 夏若音终于流下两行眼泪 眼泪落在莫无忌的眼角 将她的泪滴全部充刷殆尽 一声略带妻切的叫声 惊醒了莫无忌 她抬起头 正好看见一只乌鸦 孤单地从她头顶飞广 很快就和那几里的声音 一起消失在无影无踪的天际 我这是在哪儿 木无忌突然感觉有些怪异 她似乎坐在一个心堆起来的 低矮坟包之上 在她的身前 还东倒西歪的跪了七八个小孩 一名身穿碎花篮裙的少女 正跨着一个竹篮 站在她的身边 就在木无忌惊仪不定的时候 忽然听到身边那名少女 揉声说 大家真乖 今天糖果没有咯 我们就玩到这里 记得明天继续来玩咯 这是在玩皇帝上朝的游戏吗 这场景怎么这么熟呢 木无忌心头大惊 这不是和小说中 那个慕容妇最后的下场 一模一样吗 慕容妇为了复国 最后疯了 青梅竹马的漂亮表妹 王雨嫣跟别人跑了 最后只剩个丫鬟阿碧 陪在她身侧 眼前这场景 正是慕容妇复国无望 最后疯掉 阿碧叫了许多小孩 来陪那慕容妇 玩复国后的小玩游戏 我晚晚岁 我晚再见 明天再来吃糖果喽 小儿一阵乱七八糟的话语之后 纷纷散去 莫无忌目光所及之处 看见几名年轻俊巧的男女 正从不远处走过 当她的目光落在其中 那名子群女子身上的时候 一时竟然忘了自己的处境 心中只是惊叹 居然有如此美女 那名子群少女的目光 也落在了她身上 眼睛里透露出了复杂的表情 有同情 还有一些几乎看不出来的失望 另外几名年轻俊巧的男女 似乎对着她议论了几句 这才一边笑着 一边渐渐走远 不对 木无忌突然想到了一个可怕的结果 难道我死后复活 真的重生到了慕容妇的身上 这世界真的有灵魂穿越的事情吗 还有 我的灵魂为什么会穿越 在这之前 我又在做什么 想到这儿 木无忌心头一阵抽搐的痛楚 她终于回忆了起来 在她研究出了开拓经脉的药液之后 那个她可以为之付出生命的恋人 夏若茵 从背后给了她一道 一想到那道 悲伤就充斥了木无忌的身心 一阵剧烈的头痛 让她无法继续想下去 乱七八糟的信息 塞满了木无忌的脑海 足足一两个小时过去 木无忌才弄明白了 现在是怎么回事 这并不是宋朝 她也没有重生到慕容妇身上 这里甚至不是地球 她所在的地方 是成语国的国都饶州 她原本的身份是一个叫北秦的郡国王子 名字叫做墨星河 之所以被老爹起了这样一个名字 是因为成语国是兴汉帝国下的一个领主国 这个名字完全是向往兴汉帝国而起的 这片地方有多大 墨星河的记忆里没有任何概念 只知道兴汉帝国并非唯一的帝国 而每一个帝国下都有许多领主国 每个领主国下又有许多的郡主国 他原本所在的北秦郡国就是成语领主国所属 成语领主国又隶属于兴汉帝国 十九年前 北秦郡国的国主 墨星河的爷爷墨天成 到成语国都饶州之后 就再也没有消息 北秦郡国自然不可无主 但一个郡国的国主 需要领主国君认同才行 如果墨天成不是突然失踪 他可以直接把王位传给儿孙 然后再向所在的领主国 报备一下即可 现在墨天成失踪 还没来得及传位 那北秦郡国下一位王位继承人 就必须要亲自到所在的领主国 由所在的领主国君当面成人才行 正因如此 墨星河的父母就带着刚刚出生的墨星河 来到了饶州 一是为了查访墨天成的下落 另一个就是墨星河的父亲墨光源 为了得到成与领主国的成人 继承北秦郡国之王位 原本很简单的继承 却没想到受到了多方阻碍 墨星河父母散尽无数钱财 历经十多年的奔波 仍旧没能继承北秦郡国国主之位 墨星河父母最后都病死在了饶州城 墨星河继承了父亲墨光源的执念 一心要继承北秦郡国 可随着墨星河的父母死去 墨家在饶州的人情涌尽 年少的墨星河奔波几年无果 在得知北秦郡国被成与国主收走之后 就彻底的疯了 最后被墨无忌重申归来 墨无忌也记起之前看见的 那个子群女子是谁了 子群女子叫文曼珠 她的父亲是成与国的一个侯爷 和墨星河的父母是至交好友 墨星河父母刚来成与国的时候 还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 所以两家往来非常密切 墨星河和文曼珠算是青梅竹马 虽未定下娃娃亲 但大家都默认两人 长大之后定会在一起 随着墨家继承郡国的机会消失 墨星河的父母病逝 最后墨星河疯掉 文家就忘记了她 长大后的文曼珠 也慢慢疏远了墨星河 转而和别的十家公子 渐渐走近 两滴泪水落在了墨无忌 放在膝盖的手背上 墨无忌抬起头 看见了带着一道刀疤的欺然脸庞 这个落泪的少女 年龄似乎比她还要小 这少女自然也不是阿碧 而是名叫燕儿 这是唯一跟在她身边的人 身份仅仅是个婢女而已 可以说如果不是燕儿 根本等不到她墨无忌重生过来 原本那个墨星河就不知死去多久 燕儿除了脸上有道刀疤 她面色苍白 头发舒黄 完全没有青春少女的那种活力 很明显是营养不良造成的 可还是不对 墨无忌打了个机灵 墨家好歹也是一个郡王家族 就算是墨星河的父亲没办法继承郡王之位 也不至于穷困潦倒 并亡在饶州啊 难道就不能离开饶州先回去 或者说 难道北秦郡国就没人前来护卫吗 这其中绝对有问题 看向墨无忌抬头看向自己 燕儿擦了擦略红的眼睛 揉声说 王上 天已经黑了 墨无忌低头看了看身下的黄土包 心里不但在为燕儿叹息 也在为着前身叹息 这种小儿游戏 燕儿每次带她离开前 还必须得到退潮的认同 不过墨无忌很快就将这种叹息丢在了一边 她最应该叹息的是她自己 她不知道应该庆幸 自己如此被暗算也没死掉 还是悲哀暗算她的人 是她最重要的恋人 或者是悲哀 她再也无法重回地球 见墨无忌久久没有回话 站在一旁的燕儿 再次小心地说了一遍 王上 天已经黑了 墨无忌看了看已经从远处树梢落下去的残阳 不知道是想到了之前的墨星河 还是感叹自己的命运 她叹息一声 回去吧 她看见燕儿惊叹的眼光 没有任何解释的心情的她 只好又叹息了一句 退潮吧 说完她想站起来拍拍身上的黄土 长久的盘息坐地 让她双腿有些发麻 好在身旁的燕儿及时扶住了她 被燕儿扶住慢慢走出了稀疏的树林 墨无忌也在整理着脑海中仅存的一些东西 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两人默默走了数分钟之后 墨无忌自言自语了一句 王上 刚才您说什么 燕儿似乎没听明白墨无忌的话 赶紧问了一句 墨无忌摇了摇头 燕儿 以后不要叫我王上了 就叫我的名字吧 以后要和燕儿一起生活 有些东西终究还是要解释的 少爷您身体大好了 提着竹篮的燕儿 惊喜抓着墨无忌的手说 他眼眶中转动的泪珠和那发白 但却颤抖的手指告诉了墨无忌 此刻他到底有多激动 墨无忌略以犹豫笑了笑说 也许还没有好彻底 很多东西都忘了 但是我不会再和以前一样 做些白痴才做的梦了 墨无忌怕自己会露出马脚 索性就说还没好彻底 那 燕儿似乎想说什么 但是又不敢说出来 墨无忌自然知道燕儿的意思 他是想要问她 明天还来不来玩这个儿童游戏 又怕一旦提起 又会让她旧病复发 拍了拍燕爱的手背 墨无忌笑了笑 王上我已经做过了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明天不用来了 明天还是想想 怎么活下去吧 燕儿 闻言是丢下手中的竹篮 普通一声跪在地上 泪如泉涌 何时双掌 对着远处不断 喃喃自语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 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